各位游客注意,集合一下,咱们说好 这个地区有一个小时的游览时间 到点咱们不等人,咱们不要迟到 当然了,如果你一定要迟到,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不可能冒着让你投诉我的风险丢到这份饭碗 所以你要迟到的话,那就迟到吧 我真的拿迟到的人一点办法没有 我只能让大家一起等着你 前面这块石碑大家看 是乾隆留下的字迹 当然了我们知道,乾隆留下的东西很多 这个东西非常不值钱 本身乾隆也没什么文化 就是爱附庸风雅,爱装文青年而已 乾隆留下的东西大家是完全不用看的 这个景点把乾隆所谓的石碑当做一个宣传一个卖点 其实就是说明这个景点什么人都不是 屁都不是 没有任何值得文物保护的任何的功能 明白吧,大家就走马上看看就好了 不用在意,随便破随便破,没关系的 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本次旅程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款上好的杯子 这是康熙年间的杯子啊,烧制的特别好啊 大家谁要拿回家,不管是作为收藏还是投资 还是送珍贵的人也好,都非常合适啊 但说实在的,这样的杯子上个礼拜在东莞能烧出了10万来套啊 如果你真的不是有钱没地儿花,那就不要买 你们看啊,现在拿来我手上这个是当地的民俗服装啊 大家没事逢年过节啊,包括婚丧嫁娶啊 都会,当地的人都会穿这样的服装啊 但说实在的,这个是90年代 因为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大力宣传才推广起来的 人家祖上完全不穿这个东西 人家祖上穿什么呢 跟我们中原汉人穿的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好吗 这个所谓的当地民族文化 就是瞎编的啊 就是虎编乱造 为了吸引你们这些外地这些土编过来看 做出来的样子而已啊 大家看我背后这个时间非常高 对不对 相传有9999级台阶啊 走上去的人就能偿命9999岁 当然了,这个当然是假的 谁能活到9999岁呢 你活到99都很难 大家,你现在吃油吃糖这么高 你想长寿,忙都没有 你爬今天爬上去没有用 你平常在家你不断练 你怎么不能长寿 你就一年捋一次油 捋一次油爬一次台阶 爬一天累得要命 就想长寿 天下来要这样的好事 白日做梦 请看远方那块石头 大家看它像什么 哎,没错 就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 剩下来的石头 当然了 这是哪个历史考古学家 古生物学家说的呢 没有任何人啊 这是当地人瞎编的 这是为了盖这个景区 售门票瞎编的啊 这石头到处都是 什么书悟空的石头 女娲娘娘的石头 什么吃由皇帝炎帝的石头 没有啊 就是石头而已 石头几十亿年没有任何变化 石头就是石头 没有任何意义 石头出现在 比人类更早更早以前 所以人类 你要想到人类才活了多少年 就想赋予石头意义 人类望自尊大 自不量力 哎,大家有一天累了 也别忘了给远方的亲友带一点当地的特色小吃啊 这个是当地用土特产啊 融合了当地的微量元素 能让你滋阴壮阳 调节体内的艳阳平衡啊 当然如果你不是个大傻儿 就不要买它好不好 因为这玩意就是一些碳水化合物和糖和水啊 还有蛋白质 还有一些淀粉的东西 你平常在家吃的什么肉蛋奶 完全就能替代掉它 这个东西 除了包装看起来 送礼比较有面子之外 没有任何功效啊 而且反正吃这个东西 还会让你变得更胖 更不健康 好,里面的景区不要去了 里面不要走了 没什么意思的 对,没错 里面其实有特别特别多好玩的东西 只不过因为我是导游 我要带你们走到更可能多的景点 才能挣完这份钱 所以我不可能让你们再往里走了 你们再往里走 里面特别好 留恋万缓 我没法管理的 里面太当我时间了 而且里面虽然好 但这个门票很便宜 我又没有什么提成 又没有什么商业购物的活动 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往里去的 好,那么这就是这个宫殿的来历 你问我从哪知道的 我们导游手册上说的 这也不是说我查了什么资料 都是一些没有根据的 兴许来自于飞碟探索 来自于这种地外文明 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是无稽之谈 大家不要相信 我们随便跟你说的这些历史典故 什么东西的 都跟正史没有一点关系 甚至扒杆子打不着 只是为了到大家一乐 当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就会在所谓的历史典故里 融入什么样的价值价值观 绝不可能让你知道 历史的人物真是想的什么 我们又不是那些帝王将向肚子里回虫 我们知道他怎么想的吗 完全不可能嘛 对不对 好,那么本次旅程到这里就完美结束了 非常有幸能和大家走过这趟旅程 我也希望下次能和大家再次相会 希望大家都来抱怨我旅团 好不好 才不要呢 真的 我挣谁的钱不是挣啊 这么多个爱旅游的人 你们这个团又有老人又有小孩 还有很多龟毛分子既小这个既小那个的 也不去购物 我挣你们钱太难了 你们一个个都别来 真的 我巴不得你们赶紧散伙 真的再也不要见到你们了